因為川普即將要上任的關係 派登他真的是整個禍出去了 原本對這個烏克蘭 所有的武器上的限制 通通放鬆 這也使得俄乌 現在這個戰爭的情勢越發的緊張 普丁甚至發射了洲際飛彈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俄羅斯從來領土沒有被人家攻打進去 現在竟然有一塊庫斯克 被烏克蘭攻佔進去 還搶不回來 如果萬一再往前攻 我問你阿翁這三百五十公里的飛彈 我怕到莫斯科要怎麼辦 所以但是現在拜登就提供給他了 那緊接著來 包括英國法國 就暴風之影的這個飛彈 因為暴風之影的飛彈 射程沒有那麼遠 大概兩百五公里左右 但是他的殺傷力跟準確度也很強大 所以就提供給他 一次發射六枚十二枚 整個砍的俄羅斯就對了 俄羅斯沒被打不去 現在畢明了 為什麼 各位不要小看那個普丁 他是在凶寒 他發射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我給各位報告 洲際彈道飛彈 直接這裡大顆對不對 射程兩千到四千公里等等 事實上那不是重點 為什麼呢 這顆彈道飛彈呢 你如果是裝一般的這個高爆彈頭呢 其實就是比一般的飛彈殺傷力多一點 這樣子而已啦 可是他如果一旦裝上了盒子彈頭的話 那殺傷力就不一樣了 他直接把一顆飛彈而已 就把一個都市給毀掉 一次殺幾十萬人沒有問題就對了 普丁在恐嚇 沒錯 如果你繼續惹我的話 我用這個十倍因素的這個機因素的飛彈呢 就直接裝盒子彈頭 你看我會不會有一天打到這個基輔去 他在跟你狂寒就對了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而且呢 事實上俄羅斯也在加大這個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盒子演練呢 你看俄羅斯普丁的下令呢 那麼生產可以抗核爆的相關的避難所就對了 一次可以抗可以躲臨時可以移動的 大概這個盒子避難所至少可以兩天到三天呢 一次可以躲五十四個人 那裡面呢 飲食空氣這些核生化 隔絕這個輻射 可以講水都OK啦 部署在他們莫斯科的附近 藝術說我可以密 誰開第一槍誰就是毀滅 所以為什麼說法告北韓的金正恩 美國一直在嚇他 B2 轟炸機一直嚇他 為什麼F35去嚇他F22去嚇他 就是你如果真的給我丟核彈的話 我隨時可以把你一顆核彈 把你平朗給炸成平地 你金正恩就死翹翹了 所以他意思是 那麼其實美國也是在恫嚇這個北韓 因為他這一次的這個相關的飛彈 他們炸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俄羅斯跟北韓的軍事指揮部 他有可能把北韓的將軍給炸死哦 他就說如果繼續派 我就把你幹掉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烏克蘭最近發現一件事 他的戰場上面有北韓一萬多個 可能會增援到十萬個人 然後呢 包括伊朗的無人機也源源不斷的 提供給俄羅斯 裡面呢 甚至於在一些炮彈 在一些無人機裡面 在俄羅斯裡面發現了 中國的相關的東西 所以他們懷疑 那站在這個折倫世紀的立場說 這樣沒說白 人是派了北韓來對不對 武器派了中國製 然後呢 三四個國家這樣的欺負我對不對 你西方要多給我東西 那麼算之於直接講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 事實上還沒有正式的開始啦 不過那麼打了兩年半以後的這個 已經長達兩年半的這個俄武戰爭 一個不小心 真的有可能釀成很大很大的世界大戰 好 先前在這個美國總統 新總統還沒誕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雙方的這個戰爭 相對性是有節制的 而拜登這下子 讓這個烏克蘭擁有攻擊性的 長城性的武器之後呢 甚至北韓也派兵 北韓會繼續派多少兵 有人說呢 美英解封長城導彈 就是在嚇阻金正恩 不要再繼續徵兵援鱷了 呃 號稱北韓會有十萬人 人海戰術來到這個戰場 甚至烏克蘭說很有可能引爆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北韓的態度 其實歐美國家都在看 一種 那北韓現在的狀況是 他們不只是派出 會派到十萬個精英部隊 他們連他們的那個 特種部隊的這個上將金永福 就是金正恩旁邊這一位金永福 這個神秘部隊掌管了全世界最龐大的 二十萬的這個特種部隊的這個金永福 現在人也到了北韓 也到了烏克蘭去 就是參戰 然後他們這個部隊現在編入那個 俄羅斯的那個海軍陸戰隊 所以他這裡面有兩個意涵 第一個就是說因為他前線的那個作戰 那個戰情鋪梭 所以他需要這種能適應各種戰況的這種特種部隊 海流到就是他能打空 能打地 能打海 這種特種部隊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這個也是一種宣誓 就是說 我贊助你普丁的軍隊 我不是給那種一般人說一般後備 或是那種阿斯拉布魯 我是把我裡面最強大的這個特種部隊 我送到你這邊來 這個誠意應該有夠吧 所以這 俄羅斯感受到這個金小胖的這個誠意 當然要給人家回饋 怎麼回饋 最近金小胖去誓導 穿了一身那個帥氣的皮衣 去誓導他們的砲兵部隊 應該就是這裡 我穿到鞭頭的 這邊 然後就去誓導他們的砲兵部隊 這個砲兵部隊是他們的火箭砲 是那種六百毫米口徑那種大顆的火箭砲 然後為什麼要誓導這個 然後他當然就是 就是這邊等一下會發射 然後會精準的打到那個把標 那為什麼他在這個時間要去 去做這個動作呢 你知道這個是彈頭 就是說他們這種精準的這種火箭彈 上面是可以 他當然在現在目前可能 搭載是傳統彈頭 可是我剛剛講 因為金小胖對俄羅斯這麼的大心 那普丁一定覺得很開心 所以這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核武的技術 那如果可以把核武的技術 順利轉移的話 其實大家現在都已經討論說 北岸其實基本上已經具備 核武的生產能力 只是說可能差最後一個關鍵 或是類似的原物料 那如果普丁願意贊助的話 專家估計 至少可以生產出100枚的核彈頭 喔 剛剛那些火箭彈 如果搭載核彈頭 那個不是開玩笑 那個真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除此之外金小胖又很花 又吹了一樣的那身P1 他又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到了他們一個兵工廠去 去釋導什麼呢 去釋導無人機 喔 這大隻 這無人機 他這個是屬於那種 可以載核12公斤的大顆的 然後半徑可以到 作戰半徑40公里 可以浮空40分鐘這種大顆的 那這個東西當然也是很精準的去秀對不對 但重點是大家專家發現 雖然他有圖馬賽克 可是你看後面那個尾翼 他這個是所謂X尾翼 四尾翼 這個X尾翼呢 其實是俄羅斯的 最有名的柳葉刀 他們從2019年生產這個柳葉刀無人機 已經到現在已經發展到第四代 所以當然我們沒有直接證據說 這個是俄羅斯提供給他的技術 可是哪有那麼巧 他們自己發展的無人機 跟俄羅斯長的那個無人機很像 所以大家就在想這件事情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呢 金正恩最近動作很多 他前兩天呢 他們自己辦了一個國防展 在這裡 這是他們的國防 2024的國防展 那當然就是把他們現在 最厲害的這些軍武都秀出來 你看我這些肌肉是很大顆 那我們小胖在中間呢 就開始講話 他嗆聲 他嗆誰呢 他嗆美國 他嗆美國說 不要以為啊 對話啊 他說我們跟你對話 只會換來美國對 那個北韓的敵對政策 所以他警告美國 就說這個情勢身高 是因為你們美國的挑釁 唯有最強的國防 才能漢會和平 結果為什麼一直 因為最近大家傳說 因為川普準備要上任了嘛 那川普都一直自豪說 他在他任內啊 小胖都跟他很好 然後他們都沒有什麼事情 可以直接對話 事實上他們確實見過三次面 這個是事實 但是我覺得金正恩 川普是談判高手 金正恩也是談判高手 為什麼 這個叫做先下手為強 當然專家說這種就是什麼 他先把那個對話的層級拉高 第二個就是強調說 我給你嗆聲喔 你不要以為你川普如果跟我見面 就可以摸我的頭 我現在手上是還握有 俄羅斯的核武武器喔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談判 你要跟我見面 拜託 東西準備好 準備到我滿意 我想請問一下阿寬兄 你秀得到世界大戰的起能嗎 目前來看我是認為還好 因為現在是把舞台墊高 舞台墊高之後 後面要來談所謂的談判手碼 那現在重點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說過 川普上台之後 目前有所謂的海嘯第一排 那海嘯第一排來說的話 包括了中國 包括了俄羅斯 包括了伊朗 包括了北韓 所以現在後面要怎麼做 這個要來看 但重點是你一個國家 到底你的底氣到哪邊 北韓現在很簡單 北韓就是我的彈藥很多 我的軍人很多 可是我的糧食不夠 所以北韓怎麼辦呢 所以北韓現在就跟整個俄羅斯之間 以物易物 但最近呢 中國大陸真的很不平安 來跟各位談兩件事情 第一個 中國大陸想不到短短的兩週之內 各位發生了四起的 無差別的攻擊事件 結果呢 單單現在是新聞所報的 43人死亡 但現在最糟糕的 中國目前官方的失業率 各位多少呢 5% 全國的平均是5% 結果沒有人 沒有想到最近的廣州統計局喔 廣州統計局是官方單位喔 他就說沒有沒有 九月的居民的失業率 各位高達三十七% 他怎麼敢講 高達三十七% 這句話統下去之後 各位這事情很大條 各位你想想看 公州北上廣深 身為整個中國的四大全頭城市之一 他現在跟你說 我的九月份的失業各位三十七% 好那三十七%怎麼來的呢 好多人現在很麻煩 為什麼呢 我的大學生畢業生 好不容易爸爸媽媽 辛辛苦苦吃得大 好那我去外資找工作好了 結果呢二零二三年外企的投資 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九點八 目前的雇員 各位我看到這數字 我快嚇死了 為什麼呢 中國那時候最多人 在外資企業上班的時候 是高達六千萬人 這個是大概十五年前的數字 現在各位剩九百九十八萬 六千萬到九百九十八 慢慢慢慢跌 可是呢一年各位暴跌百分之三十六 所以現在怎麼辦呢 創架二零零九年以來 最大的一個新低壓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現在簡單的說 現在是全中國很多人 沒在收 什麼叫做沒在收呢 很多人去工作 上班了之後 各位拿不到薪水 我們來看 看這個畫面 你看得真的會哭 這個富人 直接跪在老闆的大腿上 就是說我跟我老公 你們總共欠了我十八萬 各位 是讚的這個人 欠貴的這個人 欠十八萬喔 欠十八萬喔 結果沒給 你看後面有個武警啊 那個武警在那邊 完全都不為所動 完全就能眼看待喔 而且還說 那個富人耶 這邊一直跪喔 不好看不好看 可是那個富人直接說 我家都沒有米下鍋了啦 你那個錢 你該還我 你要還我啊 他跟他的先生 就去幫這個人做事 欠十八萬 不還 抱在那邊喔 然後那個武警喔 完全不為所託 好這個是武警喔 還沒有出手喔 下一個畫面看 拳頭都硬的 快遞工人啊 這個快遞工人呢 跪在工廠的門口 是一群人喔 各位仔細看喔 欠多少呢 各位欠兩百七十萬人民幣 結果呢 現在呢 武警一看 喔 這麼多人 都是年輕人 這些人都是快遞員嘛 對不對 後面想不到呢 現在警察直接嗆這些說 你們這些刁民 如果現在不把你們處理的話 把你們全部都帶不起來 各位 這些快遞工人 總共被欠了兩百七十萬 幫這間工廠就運貨喔 運運運運運運運 結果運到後面呢 錢沒拿也就算了 還被公安抓起來 下面這個是前兩天 在廣東的一個鏡頭 我看的真的覺得很難過 我們來看喔 這邊有一個白馬的 可能是先生 也有可能是婦人 我們看不出來喔 但重點是現場有四個公安喔 各位仔細看 有四個公安 四個公安都有槍 四個公安都有棍子 這個老先生還是老太太呢 各位 他手上拿一把刀 還站不穩喔 結果這四個人 正常來說 應該是很簡單 就可以把他制服對不對 結果旁邊的民眾就說 開槍啦 開槍啦 慧民姐 蹦蹦蹦蹦 三聲 倒下去了 我跟各位說一個狀況喔 你四個公安大漢 手上都有警棍 然後一個老人家 你輕輕鬆的把他制服 他連戰都站不起來耶 然後後面蹦蹦蹦 各位開槍 然後呢 後面網友就直接說喔 唉唷 會不會是中央啊 下了所謂的開槍的一個格殺令 我們來看下一個畫面是 叫車加速去撞 各位這個是小學生在讀書喔 各位你就看這個狀況 你真的是看著覺得會很難過 你知道嗎 還有人撞飛直接 各位飛到那個引擎蓋上面喔 然後那個駕駛 甚至於倒車 他倒車朝著人群再撞一次 就朝著人群再撞一次 各位現在中國怎麼一直發生這種事情喔 所以簡單的說 現在全中國現在就人心惶惶 那人心惶惶 現在中南海也發現情況不對了 所以就在星期五 各位新的政策出臺了 這個新的政策出臺是什麼呢 現在中國他們就說了 要下令以公代政 這個以公代政呢 撥下去的錢還挺多的喔 他第一撥撥九十億五千萬人民幣 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現在啊 要提供五百萬個就業機會 然後呢 要降低所謂的失業 欠薪的一個怨氣喔 中國去偷渡美國五年暴增四百倍 所以最近呢 川普呢 川普也發布了緊急命令喔 川普那天呢 特別說我要當一天的獨裁者 我要把這些非法的移民 全部都抓起來 但是現在呢 我跟各位說 現在美國的一個狀況 非常非常的離奇 對中國人來說的話 他們是說 我要趕快衝到美國去保就業 可是呢現在呢 川普是說 你們這些中國人喔 特別是那些中國裔的裔男喔 我們要趕快把你趕出去 但現在呢 慧民姐我跟你說 一個最糟糕的一個狀況 據傳現在美國有一千七百萬 到一千九百萬的非法移民 這些非法移民做的是 最沒有人要做的事情 沒錯 都是那些 各位 淨蠶啦 臭乳啦 在整個最辛苦的 所謂的餐廳上班 所以現在已經有部分的人士 就說了 只要川普把這些人 全部都抓起來的話 美國人沒飯吃 是啊 美國人就沒飯吃 我問各位高麗菜誰來種 紅蘿蔔誰來種 那個都是最辛苦的 最難過的 但現在呢 最辛苦的地方 海嘯第一排 中國現在想不到廣州的這份 失業率高達三十七趴 現在全中國全部都炸了鍋